防疫措施放宽 乐陵活动中心不再强制戴口罩 受访中心表示 多数年长者仍选择佩戴 而中心也维持清洁措施 以保障年长者的安全 来跟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超过30人 早上聚集在福善活跃乐陵中心 做椅子瑜伽活动筋骨 虽然室内设施已不强制戴口罩 但多数长者仍选择继续戴 戴口罩就不怕传染病 还是要戴 我们年纪大了戴口罩比较好 为了自己安全也为了别人安全 老师现在就不需要戴口罩了 就方便老师很多 因为老师要跳要讲说 就比较辛苦一点 如果年长者他们不舒服 或者我们的义工 还是我们的圈子等等 他们来中心 只要是大型的活动 只要你人不舒服 我们也还是鼓励他说不要来 在牛车水的乐陵活动中心 也吸引一些年长者前去 大部分都戴着口罩 参与健身操和数字游戏活动 一到大的疫情完 还是差不多看怎么样了 可以服饰我就带了 如果不会服饰 就要拉下来 就去外面 吸一点空气再进来 中心说 目前参与活动的年长者 人数不到疫情前的一半 毕竟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了解到 年长者他们有这个顾虑 心里有这个接地 所以我们也 我们中心人员也会继续 和他们保持联系 并鼓励他们下来 我们中心继续保持一个 身心活跃的生活方式 为了照顾年长者的安全 中心仍维持清洁措施 以确保设施的干净与整洁 感谢观看